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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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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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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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龙啊 爹 爹 既然 咱现在是官家身份 既然是官家身份 就得将老规矩 老话说 不 坐官千里 家伟大 这部门就是咱的家门 咱们就不能坐车进去 咱们得老老实实 一步一步地走进去 这样才能对得起 祖宗和仙人 程龙兄 这话说得好啊 坐官千里 家伟大 不错 这部门就是咱的家门 无论到什么时候 咱们都得敬着它 为着它 张大人请 余大人 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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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瑜伽去说吧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瑜伽 走走走走 大爷 你刚才说 从永宁到广西罗城 要走四五千里的路 是 路很远 那去广西 路上至少要需要一百两银子 是 一路走下去 要走三四个月的样子 娘 那咱们家里现在还有多少银子呀 田园 银子都在你奶奶那儿 到底有多少娘也不知道 你们的奶奶呢 天都这么黑了 亭一 亭远 快去找奶奶去 快去 玉玲叔 你们来了 玉莱 余大哥 佳元姐 当初离家的时候 我爹给了我一些值钱的东西 可惜都被卡尔西的人给抢走了 现在 就剩下我哥包袱里的这些银子了 余大哥 你拿着 天点盘缠用 玉莱 玉莱 你们这是干啥 我怎么能让你们帮我凑盘缠 老爷 玉莱 你叫我什么 老爷 您就收下吧 这是我跟玉莱的一点心意 玉莱 你不许叫我老爷 什么时候都不能 老爷现在已经是广西罗承县的县太爷了 应该叫老爷 是啊 老爷 我爹死了以后 你们一家人带我们兄妹俩就像亲人一样 这份恩情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 这点银子 您无论如何一定要收下 不 玉莱 别 玉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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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这么黑 您上哪儿了 玉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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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是啥 结结实实的二十两银子 娘 您这是 我刚才出去呀 点了咱们十亩地 这是点来的银子 娘 路上的盘缠 儿会想办法的 咱家满购也没多少地 您怎么能 承龙 你听娘的 娘怎么安排 你就怎么来 可儿也不能让娘点房点地 供儿去做官呀 再说 那土地是祖宗留给后人的 儿啊 你一个县太爷 还抵不了十亩地 祖宗要是知道咱们余家 除了你这么大一个县太爷 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 娘 儿啊 你现在 是广西罗城一线人的父母官了 那一县有多少土地呢 恐怕有 成千上万亩土地吧 娘今天点了咱们次家十亩地 去换你管一个县的 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只要我儿把这一县的土地管好 娘就是再点它十亩二十亩地 也值 娘 娘 儿就要远走大乡 不能再在您身边尽孝 临走之时 还让您为儿操心受累 儿心里实在是 儿啊 自古道 忠孝不能两全 为娘看来 这大忠就是大孝 我儿心高致远 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 也如同在娘身边一样啊 我儿子 我娘若是男儿人 一定比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强 我儿真会夸他娘 好了 快起来吧 乡亲们 你们这是 孩子 村里人都知道 你娘给你凑不许盘缠 于是 大伙就都来了 来给你凑点 路上用的盘缠 给你凑点盘缠 凑点盘缠 凑点盘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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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老爷爷 大爷 大娘 大叔大婶们 让你们给我凑盘缠 成龙如何承受得起啊 孩子 咱来五村 两百多年前的大名警察五年 出过一个京师 也当过县探爷 你是咱来五村 第二个县探爷 收下吧 孩子 村里人为你高兴啊 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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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伙的心意呀 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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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收下吧 好好好 老公 差不多 另外一个菜 Peggy 太好了 绝 Ir 这нос图探 这些商亲们 收下吧 让我们俩走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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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儿 走 真好 你就要出事为官了 有一句话我要跟你讲 先生前讲 这句话呀 千百年来 不知道多少人讲了多少遍 可是今日 我还要讲 成龙 记住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先生 学生记住了 好 记住就好 记住就好 岳父 陈龙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 陈龙 先生 拿着 这不论语必须是先生一身的心血 学生怎能接受先生如此贵重的礼物 拿着 这不论语必须是先生一身的心血 陈龙 帝宋名相 赵普有一句话叫做半步论语至天下 这论语必须是我这一生独论语讲论语的心血所得 带上它 你要始终恪守儒家思想的教诲 事事当思 为人做官之道 以仁爱之心待人哪 先生所言 学生谨记心中 此身为官 绝不美天理良心 好 杰仁 长龙 杰仁 长龙 快 进屋 不进去了 我打算明天就动身 你呢 福州比广西要近一些 所以我打算迟几日再走 好 靳阳回来了吗 还没有 也不知道这小子干什么去了 手里什么东西 先生刚刚给的 先生给的 先生的讲稿 论语别叙 在先生眼里 只要于成龙才是他老人家最器重的人哪 你别忘了 我还是他的女婿 女婿 在先生的眼里 你可不光是他的女婿 而是他老人家最得意的门生 行了 不斗罪了 你别忘了 去了福州 多等保重 你也是 成龙娘啊 你这儿帮他好吗 你这儿帮他好吗 奶奶 帮他好吗 赵大爷 好的 来 来 来 赵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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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生 你们都来了 赵大爷 赵大爷 我去的是一个县 不是一个州 一个县的县太爷 那也是大官啊 是是 成龙啊 你把柱子给带上 让他给你打打杂 赵大爷 广西罗城是个苦地方 你不怕柱子跟上我去受罪 苦还能苦过咱永宁 成龙 大爷求求你了 你就把柱子给带上吧 赵大爷 成龙 让俺家朝亲在你的官府里 当个差 行不 大婶求你了 苏大婶 成龙 快 苏龙 你看看宝胜 这没出息的样子 你拉呀 都拉不到那台面上 可是孩子呀 心眼好 他要跟着你 你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你看他人高麻大的 还能帮你干点活 再点吧 大婶就求你了 还不赶快教育 老爷 来 余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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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成龙啊 刚才你不在呀 娘都替你答应了 你就把他们三个人都带走吧 是呀 是呀 娘 娘 行 正好我去罗城啊 路上正好需要帮上 余老爷 好了 快快快快 谢谢余老爷 谢谢余老爷 快起来 快 起来 往上 快 起来 往上 来 快 起来 谢谢 谢谢 来来 来 来来 小龙 我是季洋啊 我找你有事啊 季洋 是我 季洋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到处找你都找